2020年对于美国农民来说并不是平静的一年 持续两年的贸易战好不容易暂停 新冠疫情又引发了劳动力短缺 产业链受阻 农民一度不得不倾倒牛奶 销毁蔬菜 对数百万的牲畜实施安乐死 预计美国农业今年现金收入将减少32亿美元 同比下降1% 年初美中两国签订第一阶段贸易协议 巨额的农产品采购承诺 让农民们看到了隧道尽头的光亮 而中国履行承诺的步伐不尽人意 美国政府又马上面临换届 贸易政策再次成为未知 我们回访了埃奥瓦州的农场主蒂姆巴多尔 巴多尔一家三代 种植2300英亩的大豆和玉米 去年又做起小规模的养猪生意 虽然上一次2019年夏天采访时 他已经连续两年亏损 但他仍然坚定地支持特朗普总统 和对华贸易战 今年巴多尔一家过得怎么样 哥哥一家三口感染新冠 三岁的孙子也被确诊 儿子一家四口 在圣诞节前刚结束两周的隔离 但索性均无大碍 最初我开始会比较多恐惧 是当我的朋友出发了 但是最主要的 你只得继续继续继续 做事情 如果農業部預計今年畜牧業現金收入減少97億美元 同比下跌5.5% 種植業增加65億美元上漲3.3% 巴多爾的養豬生意租金收入穩定 剛好夠償還蓋豬舍的貸款 一直到6月 他都滿心期待一個豐收的年份 剛旱的夏季雖然是美中不足 但仍然可以應付 直到8月10號 巴多爾清除地記得這一天 一場罕見的風暴席捲埃爾瓦 一家人的耕耘幾乎毀於一旦 我們有112-mile-an-hour風暴的風暴 超過25分鐘 我們有600-an-hour風暴的風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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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美國的風暴的風暴的風暴 我從來沒有看到什麼 那是很嚴重的 而且風暴的風暴也很傷了 至少450-1萬元 近半萬元元的風暴 这是美国有记录以来造成经济损失最严重的一场风暴灾害 上百万英亩粮田遭到损毁 巴多尔的农场所在的县不在重灾区的范围 没能拿到农业部的救助金 所幸保险公司赔偿了风暴损失的85% 巴多尔得以偿还银行贷款维持农场基本运作 他的农场已经连续两年亏损 但说到新一年的规划 他仍然感到乐观 巴多尔认为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 已经给美国农民带来实际的好处 农产品价格不仅在过去的一年里飙升 和贸易战前的2017年相比 12月美国大豆的价格上涨了31% 玉米价格上涨30% 美国农业部在12月的年终总结中提出 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使中国在多个领域的采购达到历史新高 并推高了农产品价格 彼得森经济研究所的数据显示 截至今年11月 中国只完成了农产品采购目标的60% 但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和农业部共同发布的报告指出 截至10月中国购买了230亿美元的美国农产品 超过贸易战前2017年的190亿 对玉米猪肉的采购传历史新高 进口的美国大豆价值是2017年的两倍 并且兑现了57条 有关解除非关税贸易壁垒承诺中的50条 巴多尔和许多的埃奥瓦农民一样 在贸易战期间背负了更沉重的债务 在任埃奥瓦大豆协会主席期间 他也目睹了一些家庭农场不堪重负最终破产 第一阶段贸易协议被巴多尔视为是特朗普政府的重要成就之一 也是农民忍受两年关税压力的最好回报 而特朗普的四年任期即将结束 巴多尔担心美国的对华贸易政策再次出现摇摆 可能会让农民的努力付诸东流 但巴多尔对拜登的农业政策并不非常担心 拜登 has been around D.C. enough and in this whether it be vice president or senate I think he has a better understanding that agriculture is different but someone like Secretary Bill Sack at the USDA will I think will be very very positive for at least midwestern agriculture and he understands the importance of exports that you know that's the key we've gathered evidence demonstrating that China is subsidizing production of wheat, corn and rice at levels that are in violation of their WTO commitments these subsidies disadvantage American grain producers seeking meaningful export opportunity in China 习惯了高天吃饭的农民对气候变化的理解和拜登政府并不一致 对美国农民来说 严格的环保政策意味着更高的经营成本 巴多尔说在他务农的30年里 2020年可能是最坎坷的一年 但面对不断变化的天气政策和各种不确定性 已经成为农业的一部分 明年又是新的一年 我家的家庭一直在这一年员埋葬了 所以你必须保持它长期的 一年不断也不断 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